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木板铺成的地面 上面黑乎乎的出现了一个网口粗的大洞 就在刚才 他漫不经心的试射了一下这铁桶里的东西 结果呢 从桶内喷射出来的毒液 轻而易举的把地面给腐蚀到底 看到这毒液的诡异毒性 莫大夫暂也按不住心中的后怕 跳起脚来是破口大骂呀 贵儿子 什么时候学会制作这样的毒药 我从来没有教过他这方面的东西 我还以为只是普通的神仙倒霉药 这臭小子还真是心狠手辣 翻脸不认人呢 不知道自己已经给莫大夫造成惊吓的韩礼 回到自己的房内后 一头扎在床上呼呼大睡起来 他今天经历了如此大的巨变 身心都消耗太大 急需休息来恢复体力 养足了精神的韩礼 从睡梦中缓缓苏醒 他坐起身子看了看天色 东方有些发白 看来自己到了第二天早上 这次睡还真不短 坐直了身子的他 并没有下床 而是用双手托起了下巴 手臂枕在大腿上 思量起逃脱莫大夫控制的方法来 很显然啊 在这一年内 他绝对是安全的 对方为了自己的小命着想 也不会对他下手 反而呢 会接力的保全他 但是一年后还能否安全 就不好说咯 长春宫的问题啊 韩礼倒不用担心 他前些天就练成了第四层 一年以后第五层也肯定手到擒来 不用他再多操心 那狮虫完的问题也好解决 到时候只要把修炼进度 展现给对方看 在对方要求治疗前呢 要挟对方给自己解药就可以的 对方想必不会为此而得罪他 猛然间 韩礼想起了什么 他用手啊 从身上摸出一个药瓶来 从中倒出一颗碧绿色的药丸 然后仰头扶下此药 过了一会儿 等这个药效发作 他就开始静静的内饰起来 这木老鬼在这狮虫丸上还真的没骗自己 可惜天下百毒的清零伞竟然对此丸毫无作用 看来真的要等一年后才能要到解药啊 把药瓶重新放入了怀内后 他从床上起来 来到床下 他围着屋内 围着一张桌子 开始打起转来 一边倒背手 慢慢走着 一边继续考虑脑中的各种问题 说起来 莫大夫对他所说的话 韩丽并不完全相信 知道对方所说肯定有许多不实之处 可惜啊 明知如此 因被对方用亲人威胁也无法反抗 韩丽对莫大夫一年后是否真的信守承诺 很是怀疑啊 若真是像对方所说的那么简单 他倒是好办了 他完全没有对抗的必要 但怕就怕 对方隐瞒了对他不利的部分 到时候翻脸下了毒手 他若是不做丝毫准备 岂不是连反抗的余地都没有了吗 韩丽翻来覆去的想好几遍 觉得都没有解决的好办法 现在啊 他和莫大夫是两头怕 对方呢 害怕的不用心修炼 耽误了自己的性命 而他也担心对方解除后顾之忧后 对他猛下毒手 本来他还可以用此来威胁对方一二 让对方呢 投鼠忌器 但如今 被对方掐住了亲人这个命脉 也就只能缩手缩脚 无奈妥协了 难道 自己还真的要把小命 寄托在对方手掌之上 希望对方到时大发慈悲 对自己手下留情 不行 绝不能这么做 自己的命运绝不能掌握在其他人的一念之间 把自己的一切都交于他人操纵 是最愚蠢的想法 绞尽脑之后 韩丽还是想出个不是办法的办法 这呀 还真是个笨主意 只能被动的防守 让对方先发制人 但如今 也只有这个法子可行 比较周全妥当 韩丽拿定了主意之后 决定到外面走走 他推开了屋门 走到屋外的空地上 懒散地伸了伸自己的懒腰 打了个哈欠 他迎着早上有些刺骨的尘风 望着一升起一半的红日 豪气大发 我自己的命运 只能掌握在自己的手中 绝不会让他人操纵 韩丽抓起木桶的绳索 把木桶往水潭里 一抛 再往后一拉一提 满满一桶的泉水 提了上来 韩丽毫不费力地 举起木桶 高过头顶 手腕一用力 哗的一下 满桶的清水 从头上浇到了脚底板 好凉啊 好舒服呀 韩丽和另一名少年 同时凉爽地叫出声来 这也难怪啊 现在正是夏日炎炎的季节 酷热难当 两个人赤裸着上身 被冰凉的山泉水 这么迎头一消 真是全身上下 没有一处不舒服呀 哎呀 韩丽 你还真会找地方 这么隐蔽的小水潭 你也找得到 其中外表冷酷的少年 突然间开口说话 这不算什么 比这更难找的地方 我都找到了不少处 可惜啊 都没有这里的水清凉 另一名少年呢 毫不客气地把对方的宫位 全都照单全收了 少年正是韩丽 另一名呢 则是前来取药的 丽飞宇 自从丽飞宇第一次 从韩丽手中拿到了止痛药 回去试用了一下 真的是非常的有效 抽随丸的痛苦呢 减轻了不少 从此 丽飞宇一发不可收拾 每次不用韩丽的药粉 就无法再忍受那抽随丸的痛苦 结果 本来能用一年的分量 短短的几个月 就被丽飞宇全部耗尽 被飞人的疼痛 折磨到极点的丽飞宇 只好硬着头皮 主动来找韩丽讨要 而此时的韩丽呢 正想加强自身的实力 在得知对方已经进入七绝堂进修 便直接提出 传授七绝堂绝学的交换条件 本来就没有几年可活的丽飞宇 对此同意的非常爽快 满口答应了她的要求 韩丽呢 为了防止不被外人发现他们的秘密 在十几里长的彩霞山脉 找了一些很隐蔽的住所 用来完成和对方的交易 两个人呢 每隔一定时间 就会偷偷的碰一次面 韩丽会把药物交给对方 对方呢 则负责传授一些 从七绝堂学来的武功 就这样 两个人对这种交换都比较满意 这种交换呢 一直持续了大半年 在这半年的接触中 丽飞宇和韩丽 都觉得对方比较顺眼 在不知不觉中啊 就真的成了无话不说的好友 丽飞宇对韩丽 找到这些地方非常满意 特别是这个 有着小水潭的处所 四周都比悬崖峭壁包围 当中呢 是一块不大的小盆地 唯一通向这里的通道 是一个隐蔽的小山洞 这山洞很狭窄 必须要匍匐趴着才能通过 山洞出口更是不可思议的 在一个紧贴悬崖峭壁生长的老槐树树洞里 最重要的是 在这么闷热的日子里 这里呢 能有这么凉爽的小水潭 活动完筋骨后 在此浇上几桶冷水 真是无比舒畅的事啊 唱听网 有时候聆听也是一种力量 你的唱听别样精彩 3w.tink85.com 浇完了凉水 韩丽看了看日头说 你上次教我的狂蟒劲 太刚猛了 我觉得不太适合我 还有比较小巧轻柔一点的功法吗 哎呀 韩师弟 你真的觉得那七绝堂 是我一个人的吗 想学什么武功 就能学什么 我也是 只能挑其中一小部分来学 我的功法偏向阳刚 当然要学刚猛的绝学了 丽菲宇白了韩丽一眼 没有好气的回答道 丽师兄是什么人呢 我们所有弟子中的魁首 怎么能和一般的七绝堂弟子相比呢 韩丽不好意思的笑了笑 看他有些生气 连忙上前说了几句讨好的话 哎呀 真不容易啊 能被我们寒大天才拍上几具马屁 丽菲宇似笑非笑的调侃了韩丽一下 哎呀 行了 什么天才呀 我不是每次都被你几招就收拾掉了吗 哼 那是我用上真气 以拙破巧 不算什么本事 若不用真气啊 恐怕上百招之内 我是拿你完全没辙呀 有谁比武会不用真气 丽师兄 你真是太自谦了 自谦 哎 我可一点都没自谦啊 你以前哪 从来没有学过武功 也未从和人争斗过 唯一学过的还是那狗屁无用的破心法 在这么短的时间内就能把招式理解的如此透彻 你不是天才是什么 哦对了 那口诀呀 一点威力都没有 不知道你天天学的干什么呀 韩力暗自苦笑了一下心想 哼 你以为我想学啊 我现在是骑虎难下 不学都不行咯 哎 我说韩师弟 不是我啰嗦呀 凭你这半年来学武的天分 赶紧把那破口诀扔了吧 好好地跟我学些真功夫 哎 我敢肯定啊 不出两年 你就能出人头地 斩落头角 然后你我二人称霸七旋门 岂不快哉 丽妃语重心长地又一次规劝他 韩力心里头有些感动 虽然对方这话说了许多遍 让他有些厌烦 但对方的这份诚挚之心 他还是能够体会得出来的 韩力轻轻地摇了摇头 表示拒绝 并开口把话题扯开 哎 在七诀堂内 就没有用真气 就能克敌制胜的武学吗 丽妃与见韩力错开了话题 不愿再纠缠在这老问题上 并也不再勉强对方 知道对方和自己一样 恐怕都有一些难言之隐 不好讲出来 他低头细细思索的片刻 抬起头说 还真有这么一门 奇怪的剑法 不用真气就可以使用 不过 不过什么 韩力一听 真有适合自己的武功 不禁大喜 连忙追问了起来 不过 这剑法在七诀堂内 放了上百年了 还从来没有人修炼成功过 据说 连创立此剑法的那位成佬 也没有炼成就过世了 哎 这剑法的名字呀 也特别古怪 叫眨眼剑法 你说这名字怪不怪啊 眨眼剑法 是啊 就说剑法呀 你说和这个眨眼有什么关系 这名字太好笑了 你练过这剑法吗 当然没有 谁会连真气都不用的武功啊 那不是个花架子吗 别说我 从他创立以来 就没有人修炼过 听说呀 要不是当初创立他的那位长老 曾经挽救过七学门数次危机 在临终前呢 又立下遗嘱 一定要把这剑法列入七诀堂 这眨眼剑法呀 根本就不可能放入七诀堂绝学之列呀 丽飞宇这个人啊 有着与他冷酷外表截然不同的大嘴巴 人寒厉呀 还没开口去问呢 他就把这剑法的老底都给翻了出来 当然了 他的大嘴本性 只会在寒厉面前显露一二 到了外面 在其他师兄弟面前 他又成了那个酷酷的偶像 丽师兄 行李听完丽飞宇的叙述之后 第六感觉隐隐约约的告诉他 这就是他一直在寻找的东西 哎 丽师兄 这套剑法 你能给我抄录一份 带出七诀堂吗 哎呀 没问题 没问题 要说其他的武功啊 我是不好给你卷录一份 因为每天呢 都有专人查看检查 这眨眼剑法 却放在角落里根本无人注意 不过抄录起来 太麻烦 这样吧 干脆啊 我把原剑谱给你悄悄带出来就是了 等你自己墨迹或卷钞完毕之后呢 我再偷偷的放回去 绝对不会有人注意到的 丽飞宇满不在乎的提出了一个更大胆的建议 韩利显得似乎很有把握的样子 就同意了他的做法 他本来呢 还有一些担心眼前之人丢三落四的恶习 万一给他抄击剑法的时候 一不小心 落了几处 他岂不冤枉 现在好了 能拿到原剑谱 那是最好 哎呀 时间不早了 我该回去练功了 要不然呢 又要被七诀堂总管发现我偷偷的外出了 丽飞宇擦干了身子 穿好衣服准备离开 韩利不再说什么 只是嘱咐他 偷拿剑谱石小心一点 别栽在了这上面 丽飞宇不在乎的转过身子 用手背 宠着潇洒的挥挥手 就从附近的山洞 慢慢爬了出去 韩利见他的背影 渐渐消失在洞口中 脸上的笑容 也随之渐渐消失 露出了几丝阴云 在丽飞宇走了没多久 韩利呢 也回到了神手谷 一回到神手谷中 韩利就远远看到了那个高大的神秘男子 他一动不动的站在莫大夫屋子的外面 紧靠着屋门 顶着斗笠 似乎一点也不在乎什么夏日焦阳的暴晒 韩利来到自己屋子的门边 停下了脚步 眺望着这个从不言语的男人 自从被莫大夫要挟之后 韩利就一直对这个不露出真容的男子 非常的感兴趣 这个人呐 似乎天生是个哑巴 来到山谷以后 从来没有开口说过一句话 更奇怪的是 此人体力实在是惊人呐 像这样站立不动 往往一待就是一整天 还从来没有见他疲惫过 韩利心里头 早就把他当作怪物了 他呢 也曾经试过呀 和这个人交流一下 但那个人如同木头一样 毫无反应 不管韩利说的再怎么 添花烂坠 人家呢 就是不理你 韩利算是彻底的服了莫大夫了 竟然能把一个活生生的血肉之躯 训练的如同傀儡一样 毫无弱点 绝对服从命令 体力心人 从不开口说话 没有丝毫感情 虽然尚不知他武功怎么样 但绝对不会太弱 这是他对这名男子下的最后判断 韩利知道 这个人很可能会成为莫大夫的又一个杀手锏 但他呢 毫无办法 他找不出此人的任何破绽了 唯一让韩利有些疑惑的是 偶尔从后面望向此人的背部的时候 他总会有一种 好像很熟悉的感觉 似乎在那里瞅见过相同的身影 但他回想时 又总想不起 是和哪个认识人的背影相类似呀 看了一会儿 韩利叹了口气 关上了屋门 他知道没有莫大夫的命令 此人是不会去休息的 他有些心乱 一个剑步直接蹦到了自己的床上 身子往下一倒躺在那里 然后双手搁在脑后 闭上了双眼 他把今天从丽妃宇那里学来的几招 在脑海里好好地回放了一遍 就暗自凭空用脑子模拟了起来 把每招的细节都分成数段 再一点一点的反复推敲 仔细揣摩 这是韩利长春公炼制第五层新得道的能力 过目不忘 他凭借这个优势 可把任何武功用脑子凭空完整记下 然后呢 才在脑海中来回播放无数次 加以锤炼升华 这也是丽妃宇以为他是个天才的原因 在两个月前 韩利依仗着两种圣药的效力 硬生生地把长春公冲破了第四层境界 达到了第五层了 黄龙丹和金隋丸的药效如此之大 已经远远的超过了韩利的估计之外 他还是小瞧了那几张配方的莫大威力 这些配置的药丸还真是无价之宝 不过两种洗髓的灵药也用去了一小半 剩下的应该勉强够自己炼成第六层的长春公 真有些期待呀 这第六层的长春公究竟会给自己带来什么样的意外之血呢 预知后事如何 欢迎各位继续关注收听 怀连修仙传第十六集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